好,下面就是我們的重點 就講位移 位移就是位置的移動 從甲位置走到乙位置 位置移動了多少 所以座標上面是寫s1跟s2 我如果從s1走到s2 我的位移就是s2-s1 後面-前面deltax 我講過三角形面做delta 代表的是改變 改變是後面-前面 所以s2就是我的位 就是s2-s1 s2-s1 位是一個向量 所謂的向量就是 這件事要包含大小跟方向 所以講位的時候 必須要同時講到它的大小 同時要講到它的方向 向東移動5公尺 還是向南移動3公尺 要有大小跟方向 大小就是從起點到終點的直線的長度 就是所謂的大小 方向就是從起點指向終點 就是我的方向 就是我們的大小跟位移是一個向量 keyboard的重點 位移是向量要包含大小及方向 那所以我們看 這個位移多少 它從太公說走到大樓 所以它的位移叫做向西10公尺 方向是向西 大小是10公尺 這是我的位移 另外一個名詞叫做 路程或者是路徑長 路程或路徑長指的是 你實際上有走過有經過的長度距離 這叫做路程或路徑長 好 比如說像這個 從大樓出發又回到大樓 我的位置原來在這裡 然後在這裡 我的位置沒改變 這個位移多少 0 但是我往這裡走10公尺 又回頭走10公尺 這就是位移跟路程 然後呢 位移跟路程 兩個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什麼是位移跟路程 再跟你說提示一下位移跟路程的意思 好 從A走到B 你實際上走了多遠 那個叫做路程或路徑長 這條彎彎的線有多長 就是你走的路徑長會有多長 但是如果算位移呢 就是A到B的這個直線的長度 直線的距離 而且方向就是像這個 所謂的右上條這個方向過去 所以這就是所謂的位移 我們的keyword 我們的重點就是 我們的位移是一個向量 要講位移是要有大小有方向的 而路徑長是一個存量 意思就是說 我只有大小沒有方向 沒有大小沒有方向 這是我們的第一個重點 在這個階段的考試 就會出題目 畫一個狀況 然後問你位移多少 路程多少 路徑長多少 你就要分清楚 什麼叫做位移 什麼叫做路徑長 這是你在這邊所需要學會的重要事項 分辨位移跟路徑長 可以嗎 可以